突发消息,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0月17日 在此前由北京当地人士提供资料显示 该资料是有一份几包信和酒店议定记录图片构成 几包信中投诉部分提到刘凯湘 分号码为1110108196412021836 南中国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福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委员北京民商法研究会理事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国家司法考试委员命题委员会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司法解释 起草小组成员刘凯湘 长期利用北大教授地位诱见女学生 导致多位女学生为其怀孕作人流 这些行为严重违背作为一名高校教授 应有的基本职业道德和招手 也完全玷污了仲裁员的生意 最严重的是 刘凯湘长期进行嫖娼来自 击中淫乱等违法犯罪行为 从几年前我认识刘凯湘后 他说自己可是北大教授可以帮我考研 我相信了他 他后来甜言蜜语 又骗我当他情人 经常到我家和我发生性关系 结果我为了他两次怀孕 第二次我发现怀孕时 我常想过把孩子生下来 而且我还告诉他不要想他负责任 我自己来养孩子 可他竟然马上换了医护面孔 要我把孩子打掉 而且态度特别蛮横 我一度很生气 要跟他拼了 他害怕 我会去学校闹 就你对我脸哄带骗 让我相信他是对我有感情的 这几年里 我一直以为他对我是真爱 虽然他是有父之父 我还是一直苦苦的等他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了他的手机 我才知道刘凯湘竟然是个蛮脸 道貌黯然 蛮度难道女仓的衣冠情受 他的手机里有大量勾搭 其他女学生和卖淫女的剧度 更让我震惊的是 就在我为他做两次人流的期间 他不但同时让另外一个卖淫女怀孕 还跟七八个卖淫女联系 卖淫女又介绍新的卖淫女 单单从他的一个旧手机的通话记录里 短短两个得业的时间里 他就嫖娼了19次 刘凯湘一再欺骗我 说跟我有感情 可是最终无情地抛弃我 这些年 我每天都过着被欺骗 被玩弄的生活 我的身体也全都毁了 可他依然冠冕堂皇地 作者北大教授和仲裁员 提供的酒店记录显示 从2015年4月开始 某男子在一定酒店的记录 图片显示 一个男子在相关会议场景 针对着中国的网友 匿名评论提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冒纵仲裁员 刘凯湘被人举报道德败坏 又见女学生志气怀疑 长期嫖娼 击中云乱 除了这封信 没有看到实锤和附件 难以置信 两个月19次嫖娼 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样用吗 击报至少自 2021年12月开始 2022年10月 该学生再次急报 安理双方应该起报案 还有的评论提到 既然如此严重的不堪 怎么知道现在都无事呢 有网络传言 该人是有强大的背景 经相关之事 多次被当今圣上称赞 有可能是准智库人员之一 不过以张维伟和金灿仁不同 此人不出名 不过中国网络资料查询 不能查到任何相关关联资讯 无法确认是否与中国智库 某些特别人士有关联 这些中国的网络资料显示 刘凯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适生导师 研究领域 明章法 拗口物钱法 合同法 公司法 合伙 刑破法 兼其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 兼任国中国商法学院研究所 副所长 中国法学会 民法研究会 常务理事 北京市民商法学研究会 副理副会长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专家执行委员会 委员 北京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新加坡国际仲裁 仲裁员等 担任国家司法考试 命题委员会 委员和最高人民法院 合同法 司法解释 其操小组 成年 MING PAO CANADA